慘了,只有11分,怎麼辦 其實升不到完後,又有什麼大不了 外面還有大個學校給你選擇 看得多很多 對,我有個師兄在ABC中學讀 他高校讀了兩條A,不用怕 所以讀ABC有兩條A? 那我讀AAA,豈不是有五個A? 其實你不要這樣讀334 334重度都很好,可以照樣升上大學 可以照樣升上大學 我讀也不錯 我有沒有想過讀Ivy呢? 其實讀Ivy也不錯,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 我現在讀了一年,很開心 讀Ivy讀到英文就很不錯 你幹嘛哭? 你別再說,你再說 你借個三口給我打你一場 幹嘛那麼激?你發生什麼事? 我以為自己會考可以拔到籤 我以為自己可以拔到籤 我以為只有29分 你怎樣?你肯成怎樣? 我只有11分 不如中你一場吧,不好意思 我和你差不多,我也是只有9分 你跟我參與國,你這麼開心? 因為,如果我以為自己只有5分 那現在有9分就爽了 考試的成績,如果比預期好的話 當然開心 但如果差一個預算 也不需要氣餒 因為讀書總有出路